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这个阶段帮您连线给分析师 谢宗林 宗林哥午安 明镜午安 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小问宗林哥一下大盘的看法 刚才台币的这个五盘的汇率出炉了 台币今天五盘还是战胜8.8分 收在30.117元 成交量是2.94亿美元 从台币升值来看 看起来持续强势 现在是不是外资没有跑 等到外资放完价之后归对 台股会继续点火呢 但今天量很低只有900亿元 台股现在量能低 那量能低的时候该怎么操作 看内资的动向 您认为这个外资归对之后 这个外资的资金没有往外溢的话 台股在这个年后 是不是还是有很好的多头行情可以期待 其实我认为这个行情 其实还是一样可以偏多看待 那今天虽然说 目前预估量可能就差不多900亿左右 但是呢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外资在放圣诞节嘛 对不对 那外资在放圣诞节 其实多数的外资都是可能就放到1月中的部分才会回来 那1月中的部分才会回来的话 其实量能应该就这样子 但是应该就这样子的话 那这段期间要怎么操作 其实我认为你看官股 看那个OTC的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外资跟官股 基本上它是控在大盘的 但是内资跟官股基本上要控什么 它是控在OTC 那如果说你把 你先不要看大盘 因为大盘现在只涨3点嘛 然后就是在1万2千点这边振来振去 你先不要理它 你看一下OTC 你会发觉 今天量能900亿好了 OTC现在是创新高 现在涨得0.7% 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内资这部分 其实一样有在厂商这边振 而且就是 它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比较偏题材股 小心股 那内资其实看着就是题材跟什么 跟筹码的部分 那如果说以那个 刚刚明君刚讲的 那个外资如果回来之后 其实我认为回来之后 其实一样可以任何方看待 因为我相信现在市场上 有人在担心什么 担心1月11号选完 是不是会落差嘛 对不对 会掉下去嘛 但你会想一件事 如果说是我们硬拉 自己在那边拉自己的 因为选举自己拉自己的话 其实当然选完 有可能就会掉下去 但是现在是我们 自己在那边拉自己的吗 美股不是在创新高吗 美股创新高一段时间的呢 它一直在创新高 也就是我们其实 跟着美股在那边走的 那跟着美股在那边走的话 也就是以目前来看 其实资金是很宽松的 那资金很宽松的情况之下 你去想一件事 我们是1月 总统大选完 美国是11月才总统大选 那从1月到11月 这个10个月的期间 你觉得那个川普会 会放手让美股掉下来吗 不会 机会 机会比较小啦 就不太可能啦 机会比较小啦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 我们常讲政经 政经是一体的情况来看 政经是一体的 如果说 我们这边旋软 那旋软刚好要接什么 接着美股这边要选 所以还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所以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一样 再怎么样都是高党做震荡 然后持续各别股表态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那你说到小 感觉现在是 投资人买小不买大 赚钱的机会比较高 那提到这个买小不买大 今天盘面上主流 其实昨天也很强劲 就是被动元件族群咯 今天被动元件族群的成交量呢 就占了上市资金的 比重将近两成 投信也连续买超被动元件 那我们要整理一下 被动元件呢 这些各有哪一些的 这个筹码 法人在抢布局呢 华欣克的部分 这两天股价表现 非常的强势 外资昨天转买 投信连三买 国具呢 一样是外资昨天转买 投信是连三买 这个土洋法人 对国具看法 有点不一样 齐力金呢 做电感的外资连三买 投信连四买 信仓店呢 外资连两买 投信昨天转买 其中齐力金呢 做电感的被动元件 它的股价呢 在这几档个股当中 今天表现最为强劲 想问一下宗林哥哦 现在投信连买被动元件呢 感觉是要做账吗 但是距离年底 其实不到几天了耶 还说投信对于 被动元件族群 尤其是这个电感元件族群啊 他们认为可以放到跨年 明年还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呢 应该这么讲 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投信 他到底在买的理由是什么 一般来说 投信买的是一个趋势跟价值 也就是说 其实做账这部分 是他买进的一个因素 没错 因为只剩几天嘛 但是如果说你做账完 其实就只剩几天而已 再来知道你要接什么 你要接明年嘛 那明年的趋势在哪里 其实投信如果说 是看到明年的趋势的话 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说绩效没有差太多 其实他现在这个地方买 他一样是买一个明年的趋势 那买一个明年的趋势 如果说你看今天盘面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背段影片 对不对 你看那个是不是奇迪星长最多 为什么 前年报纸不是写那MLCC吗 奇迪星又不是做MLCC的 它说电感的 电感用在哪里 电感用在手机嘛 5G手机嘛 你现在安卓阵营都在推什么 都在推5G手机 对不对 那你都在推5G手机的话 5G跟4G比电感的使用量 4G差不多100颗 那5G呢 5G要200颗 有时它是一倍以上的 那这个东西如果说量出来的话 量出来的话 其实它就有机会受惠 所以如果说你就这个背段影片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诶怎么奇迪星 力多出在MLCC 就涨最多是奇迪星 那如果说你再看一下别只股票 比如说像牙光好了 牙光最近很强对不对 那很强 那它在长什么 前一天的新闻是 它长那个华为的那个潜望式镜头 就是Mate 40的 Mate 40这个地方快发表了嘛 一样是5G手机的 你就这两次来看 两个产业不一样 但是它们都同样一个题材 就是什么 5G手机 明年的5G手机 那明年的5G手机的话 那如果说现在安卓都要推5G手机 那我问你 苹果明年要不要推5G手机 要 它一定要推的嘛 而且呢 而且有没有可能会大卖 它如果推出来 有没有可能会大卖 有可能 基本上很有机会 因为4G跟5G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于它每次在出新手机的时候 它都怎么样 它都会 给你更新软体 让你怎么样 让你的手机变很慢 跑不动 所以就逼你再去换新手机 它常常做这个事情嘛 那会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 第一个 你速度可能会变慢 第二个 4G跟5G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也不会贵太多 因为如果太贵的话 其实一般消费者是不会接受的 那你就去想 如果说安卓在推 那明年 苹果也要推的话 那现在到底 头信有没有看到明年 苹果要推5G手机的一些相关收贵股 那个现在是不是那同情练在涨 同情练在涨 对不对 创新高了嘛 前高是150 现在已经跑到150.5 可无论有大单跳上去嘛 对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比如说你看一下那个 头信是不是买很久的同情练了 它不是今天才买 不是说什么 我们连线忽然跳上去 什么发动 什么观众去拉 不是 头信买很久了 那为什么买很久 我现在网路上有些间谍照 就是明年苹果的手机间谍照 那苹果手机间谍照 今年三颗镜头 明年是不是四颗镜头 多一颗嘛 多一颗是什么东西 多一颗TOF 那TOF 如果说你去Google一下 比如说你Google 同心店TOF 同心店就有在做这个TOF的东西 所以呢 所以 有没有可能是 头信这地方他已经知道 所以呢 所以就是他矛起来 一直买买买买买 并且买 从130这样 我记得130的时候 我们在连线讲国具集团的时候 还有在讲到他 然后现在 现在已经创新到150了 那再看另外一支 也是刚好有在推的 是什么 三三七色精彩 它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说 它是苹果的什么 那个Face ID 对不对 那Face ID 如果说 苹果那个TOF的镜头 如果说也是交给它封装了 因为苹果的那个 那个晶片 是什么 晶片是给台积电嘛 那台积电现在要扶持谁 台积电现在不是要扶持精彩吗 对 它东西都往什么 往精彩这边耸嘛 所以如果说你就这个 明年的5G手机的部分的话 现在盘面上在动的是什么 盘面上在动 以这一天来看 就是 雅光嘛 雅光在飞了嘛 然后呢 奇迪星这个另外在重嘛 那如果说你看明年那个苹果 9月份要推的这个星期的话 我认为短线上 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筹码不太对的 那个头信一直在大买的 我认为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头领点更精彩 这两次给大家做参考 好 非常感谢钟林哥 针对大盘 还有集团做账族 族群以及5G手机的相关社会族群的个股分析及观察